AIRPORT TRIPLE SERIES 製作特輯 PART 4 樣板製作 上一次說到 根據量度數字進行錶面設計之後 接著就開始樣板製作 通常我都會用木來做樣板 準備好設計圖之後 把圖片切開 然後再把圖片黏在木料裏 接著就可以釣出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其他建築物都一樣 逐一粒 接著還有一些飛機 還有一個雷彈塔 雷彈塔特別小小會用車床的方法 當然還有一塊底板 雕好所有部分之後 就將它黏在底板上 然後就試一下噴色 來試一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做好樣板之後 做好樣板之後 就要想一下用什麼方法進行複製 例如可以用樹枝 也有想過用食客的方法做 最後因為建築物 或者飛機等等 比較立體 所以都決定了 用到沒有的方法來做 複製了底板之後 可以在上面加多一點的細節 這次大概就說到這裡 下一次會再詳細介紹 這些部件的複製過程 多謝收看 拜拜